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留两层外皮就可以了 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持玉米香甜的味道 全部剥完后放水中清洗一遍 把表皮的杂质全部清洗干净 锅中倒适量的冷水 用冷水煮出来的玉米会更水嫩 口感也会更好 往水里加点食盐可以提味 能把玉米的甜度催发出来 吃起来更甜 再往里面少加一点食用碱 因为玉米中含有一种叫做尼克酸的物质 食用碱可以让它充分地释放出来 对我们所吸收 把洗好的玉米放入锅中 水为冒过玉米即可 然后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转小火再煮15分钟 时间到关火马上取出来 泡久了会影响玉米的甜度和口感哦 这样煮出来的玉米非常的香甜可口 这个煮玉米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